哈囉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呢 很高興來跟各位介紹這一款 我覺得是還蠻有趣的一個小玩具 這款呢 就是TAKA TAMI所推出的一個 新幹線變形ROBO 然後呢 我入手的是呢 7893款 那先拿一個盒子出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玩具呢 就是像各位旁邊看到的這樣子 它是可以單體做一個變形 那當然也可以做一個三款的大合體 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那單體呢 可以跟之前的系列做一個連動 可以像這樣子的上下半身變形跟掛載 那使用到這一個連結的部件 那我今天介紹的玩具呢 就不把連結的部件拿出來了 這個是不必要的東西 在這個玩具上是不必要的 OK 那這個玩具呢 我之所以會入手呢 就是因為剛好我朋友呢 從台莊下來這邊找我玩 那剛好在聚會之前 吃飯的時候那間餐廳還沒有開 所以啦 我們就浪費了一點點的時間在百貨公司 那我也就晃了幾圈之後呢 決定還是入手的這款玩具 那玩起來呢 其實還算不錯啦 跟各位推薦一下 那不囉嗦 我們就直接進入玩具的一個介紹吧 OK 那玩具呢 就進入上各位看到的三款 789 789 三款 789 那這三款玩具呢 基本上的規格呢 是長得差不多的 變形結構也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那只是附屬的武器跟頭雕 還有身上配色 跟一些前頭的不同 那我們就先抓 第七號這款JR700來跟各位介紹吧 恩歸的火車 其實我對火車這種東西 烈青幹線這種東西沒有太多的研究 我單純只是覺得這個玩具好像還不賴 所以來買來跟各位介紹 那這樣子呢 就是一個火車頭的狀態 後面一個卡扣 是可以連接車廂的 然後車身上面呢 有一個Tommy的一個正版的一個Mark Made in Thailand 泰國製造 一些小小的卡扣啦 跟一些細節 那機器人呢 基本上的隱藏呢 是還不算太糟糕 基本上你看不太出來機器人的細節 除了身上這些分線之外 那這一款呢 我只能說它也不算是 完全變形的一個玩具 它還差了一點點 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那每一隻呢 都有附屬它專屬的一個武器 然後跟一個專屬的合體用的大頭 這個就沒有任何隱藏的地方 這個是作為一個 這款07的一個隱藏的一個組合裝的大頭 那這個大頭呢 當然你可以選擇任意一隻當作本體 那我今天會合體呢 我會以這一隻為本體來跟各位介紹 OK 那單體就是像各位看到的這樣子 第二隻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三隻的火車頭 車頭的造型都不一樣 但是車尾都一樣 變形結構也一模一樣 隱藏性呢 也都差不多 可不可以稍微看一下 像鏡頭上看到的這樣子 這邊有它的一個Mark 那大概聽說啦 它這個所有的火車頭呢 都是真正經過認證的一個造型 所以這個車頭呢 是跟真正在日本有行駛的火車的車頭呢 是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是它說的啦 OK 那變形結構 我們就不囉嗦了 直接進入變形吧 那單體的變形呢 其實很簡單 那必須要做到一個插把 首先你必須把前後這邊把它分開 這裡後半段是作為下半身的一個變形 身體這邊是作為一個上半身 這變形也很簡單 首先把手翻出來 輪胎這個地方 這邊做一個折疊之後呢 把這裡翻轉到正確的位置 這樣就完成了 OK 然後呢 下半身的變形 這就是 這裡就是作為前面 左右分開之後呢 把腳拉出來 一 二 會有兩截 會有兩截 拉出來之後呢 把腳掌翻下來 像這樣子 然後就這邊呢 我們把它向上拉 拉到一個卡扣有一個 你會感覺手有點卡住的感覺 像這樣子 卡 這就完成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像這樣子 固定住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卡扣 它是可以扣在這裡 然後這邊扣下去之後呢 就會激活它裡面一個零 一個裝置可以把頭彈出來 等一下喔 各位看一下 頭就會彈開 OK 然後呢 再把它的專屬的武器 我們讓它拿著 等一下喔 整個鏡頭就要架高了 整個鏡頭就要架高了 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武器呢 就是像這樣子打開 作為一個刀子的存在 讓它使用 像這樣子 然後變形就完成了 基本上呢 就幾個簡單的小步驟 就可以變成 機器人的型態 那三隻呢 基本上的變形呢 都是一樣的 我等一下一樣會把三個的機器人的造型 讓各位看 先以這隻為演示 一個頭雕呢 各位看一下 頭雕呢 就會看一下 頭雕呢 就還蠻漂亮的 就一個很勇者的風格 那車頭呢 這裡突出來的地方是感覺比較突兀的 但是作為一個火車變形 這就算是它的一個特徵 然後 呃 全身上下的可動度呢 可以說基本上是沒有 很像是早年在玩勇者那種感覺 只有手可以像這樣上下左右旋轉 然後呢 腳呢 是沒有可動度的 然後有腰 腰可以旋轉 那其他可動度基本上就沒有了 那背面就是因為變形結構 所以它沒有背包 我一直覺得這邊可以做一個折下來的部分 這樣就好了 不用像這樣才要把它拔起來再插下去 不過它因為兼顧到說一個 前後車頭可以互相替換的那種模式 所以它做成像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沒有太多的必要 畢竟 嗯 我不知道欸 就覺得好像它有些設計都還蠻積累的 但是因為做給小朋友玩的嘛 它就是做給那種低年齡層取向的人 所以呢 它做得非常的簡單 造型上也非常的簡單 OK 那另外兩隻的變形呢 我就直接把它變給各位看吧 讓各位稍微看一下它有兩個變形之後 然後再做一個比較 OK 就在剛剛呢 我把三隻的變形都變好了 那這其他兩隻呢 基本上除了 頭雕呢 跟身上的一些貼紙的布置 就這兩塊是貼紙 其他都是塗裝 頭雕跟身上貼紙的布置不同之外呢 其實大同小異 各位看一下 等於是都差不多的東西啦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武器配置上也不同 這樣子而已 那這款感覺比較女性花 身上就是用櫻花的一些 櫻花的一個配色跟圖騰 就連它的一個大合體的頭盔 這邊看一下 都是一個比較唯美的像櫻花一樣 有沒有 櫻花花瓣的一個造型 那當然這款玩具呢 最大最大最大的賣點呢 除了單體的變形結構 然後你可以互相把下半身 上半身下半身 這樣互相做個替換 然後是沒有任何的問題之外呢 你看像這樣子 它可以上下半身互相替換 誰的都可以換給誰 然後之外呢 最大的賣點就在於 這三款呢 是可以做成一個大合體的 那 大合體呢 我說過我今天是以這隻為本體 來跟各位做介紹 那我就以這隻的頭部 來介紹這一個玩具的大合體狀態 那不囉嗦 我們就直接進入 玩具的大合體跟變形結構吧 首先呢 你必須把所有的武器都卸掉 然後上下半身把它分開 要做成手腳的那一隻 把它上下半身分開 我們把這隻的身體還給它好了 等一下做比較漂亮 那武器先拿走 那這款呢 那這個就做為本體嘛 本體的變形呢 你僅僅只需要把手臂 先把手臂收回去原本的位置 收回原本的位置 像這樣子 然後下半身把它組好 然後呢 把這一節腳的地方把它收起來 收進去 像這樣子 那這樣變合體前的前置作業就完成了 這是本體 那作為一個手腳呢 我們就必須先把它 一樣變回原本車頭的樣子 這是作為手的部分喔 頭把他先壓好 OK那接下來呢 把這個車頭整個拉出來 向下做折疊之後呢 這隻如果你要做成 右手的話呢 就是這邊做旋轉 然後這個地方把它摳出來 就是變成它的拳頭的位置 然後這樣手的變形就完成了 然後下半身呢 這隻如果你要把它做成這邊 或這邊都可以 變身下半身的話 首先你必須把這個卡扣解開 兩隻腳 兩隻把它重疊起來 像這樣子 然後這一節膝蓋 我們把它收進去 像這樣子 那這一隻腳的變形呢 就完成了 只有這一節是要拉出來 這節是收起來的 像這樣子 另外一邊呢 我們也是重複變形一遍 收起來 腳掌收起來就好 這邊收起來就好了 變形完成 然後這個頭部收進去之後呢 一樣把它變成火車頭的造型 然後拉出來 向下翻折 這是這邊是做成這隻手 然後手掌一樣拉出來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合體囉 就把這些部件全部都準備好之後呢 身體拿起來 這邊有一個卡扣 我們把這個剛剛組合在腰的那個卡扣呢 把它結合起來 像這樣子 結合起來 身體就 組裝好了 然後接下來呢 把手呢 裝在這邊 有一個卡扣 組上去 組上去 像這樣子 那鏡頭感覺有點低 我先把它架高給各位看喔 OK 那鏡頭架好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 大合體用的頭部 我們把它蓋在頭上 那蓋著的方式呢 這邊有稍微要注意一下 是它這邊用的是一個很淺很淺的小卡扣 所以你蓋進出之後呢 你必須要整個把它稍微壓一下 然後要壓到正確的位置 它才會扣住 才不會掉 不然正常你不扣好的話 它會掉下去的喔 那 這邊也可以間接的告訴你 頭部等於是沒有其他的可動性的 OK 那合體完之後呢 就是各位鏡頭上看到了這個樣子啦 合體後的造型 那當然它有一個武器也可以拿在手上 那這武器呢 它可以 它上面都有很多的插孔 可以讓你自己做一個組裝連結 當然 我就用我自己的一個組裝的方式 來跟各位介紹 當然 這個如果不是你喜歡的 你就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吧 像這樣子 首先組起來 這一塊呢 我們把它卡在旁邊 等一下我把它組好 只要這樣子 簡單的兩個步驟 把槍都組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讓它拿在手上啦 像這樣子 那一個變形合體就完成了 各位看到 鏡頭上看到這個樣子 那造型上 各位喜不喜歡 真的是看個人啦 因為畢竟它 我說過了 它是一個低年齡取向的玩具 當然大家已經看了 我發了這麼多的一個 二廠商品呢 對這種東西應該也不會太感冒了 你的耐性呢 應該也被我訓練到一個很高了 那這個玩具呢 基本上細節呢 就是把三隻合體之後的一個大合體造型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關節是齒輪的 所以它手是可以做一個摺疊的 一個可動沒有問題 那當然我說 因為它就是做一個像早年的勇者那種感覺的一個風格 所以可動性真的沒有很高 各位稍微包含它一下 那腳呢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摺曲的了 就只能夠像這樣左右做一個勇者式的外巴站法 像這樣子 然後站得穩穩的 那這款玩具呢 就像我說的你可以把誰當手誰當腳都沒有問題 這是這個玩具的一個特點 誰是手誰是腳都是可以的 那造型就像這樣子 各位再看一次 背面基本上也是沒有背包的 然後一些卡扣算是岩絲合縫啦 所以玩起來也不會說你拿 就很容易怎麼脫落 你看這樣搖其實也不會怎樣 是非常的穩固的 那當然就因為我說過了 我在百貨公司晃了很久之後呢 我真的想了很久 就還是決定把它買下來買回來玩 那當天玩的時候呢 是覺得真的到現在還是覺得還不錯啦 反正就是拿著一個玩具簡簡單單這樣變形 然後也可以把它給你的小朋友玩 這個東西給小朋友玩絕對是超讚的 因為你也不用擔心小朋友把它玩壞掉 因為它的塑料品質其實還算蠻高的 不像是越南廠的 它是泰人的泰國製造的 塔卡拉的泰國工廠的 拿起來塑料水平是不錯的 算很高 那當然 如果要我用我自己的玩具的一個評分的話 以這一支在這個年代出現的話 它是一個新的商品 可是它給的是像這種低年齡層的東西 以一個變形結構跟可動性來說 它最多就是用創意把它的分數拉起來 就是互相可以這樣子變形合體 然後又可以上下半身也可以互相做結合 然後可以跟集合系列做連動 這個賣點把它的分數拉高的 不然這一款其實真的連60分都不到 當然以我的水準評判來看 那如果你是要買給小朋友玩的話 這一款絕對有個90分 因為小朋友玩這個 它兼具了非常多的東西 就是有機器人 有車 然後又可以變形 又可以合體 那當然是非常多元化的 當然我不能用我自己的想法 說覺得這個我覺得就是這麼簡單 就一桿子打翻一條船 當然你可以自己覺得好不好 自己評斷吧 我是覺得以我的水平來說 如果把它放在早年的勇者 這款算是很傑出 可是以現在的玩具分數來評判的話 它真的是不及格 因為 明明可以做得更好 可動度可以更高 可是它卻沒有一個相對應的可動度 也沒有一個比較成熟的變形結構 它有的就是一種兒童取向的變形 跟兒童取向的合體方式 OK 那會買呢 也就是覺得想玩玩看到底有什麼噱頭吧 嗯 就這樣子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莫名其妙的買了這個玩具 那如果你想要買呢 喜歡的話呢 就自己去 各大玩具店 百貨公司 基本上都會賣 這個裝櫃都有 那如果你覺得 裝櫃賣得太貴呢 就網路上找看看吧 網路搞不好可以看到便宜的 OK 那就不要問我哪裡買多少錢呢 每個人拿價錢都不一樣 好 那 如果你喜歡我這段影片呢 就在下面幫我留個言吧 好 那 算了算了算了 當然如果不留言就沒關係啦 我慶菜啦 好啦 那至於喜歡就看吧 就這樣子啦 拜拜